这是贝极塔的高光时刻 单手抓住黑悟空头发将之拎起 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 那超强的力量爆发将黑悟空完全压制 从百草原爆打到三位书 动弹不得的黑悟空牙齿紧咬不服 区区人类竞感如此嚣张 终于抓住机会右拳狠力甩出 而贝极塔早已将他拿捏瞬间翻身躲 等黑悟空反应过来时已经被抓住腿快速转圈 贝极塔猛然发力狠狠将他砸飞树尸里 而虽然落得下风但黑悟空却满意地笑 这身体果然厉害经受如此攻击依然毫发无损 可不等他继续得意天空光芒突胜巨大能量波 瞬间将他吞弄 明白这种程度杀不了他贝极塔让他快捕出来 果然黑悟空瞬间从废墟冲出 修有成竹地表示已经明白了贝极塔提升战力的方法 那就是愤怒 但但说如果愤怒是力量源泉 那他此事可比谁都愤怒 区区人类竟然敢玷污神 只见他自残式的将剑插入手中 接着一声大喊更强能量的兵器从手中拔出 赫然是一把巨连 虽然惊人但贝极塔依然不放在眼里 当黑悟空甩出攻击时他轻松一闪就躲不过去 可突然发现天空被割开了一条裂缝 裂缝里面蕴含着恐怖的时空之力 此时和悟空战斗落得下风的扎马斯迅速逃跑 悟空本来还想追渴天空那裂缝快速幻化出 无数个黑悟空将他和贝极塔包围 这幻象不死不灭而且拥有超高实力 见幻象还在快速增加贝极塔和悟空狠狠抱气 无数光波分散式地朝四周打出 可这依然是无用功 很快黑悟空已经将他俩重重包围 得知扎马斯正在向布马等人杀去 贝极塔赶紧让悟空使用瞬间移动过去救人 可时空裂缝那紊乱的空间 令悟空根本无法锁定布马气息 此时另一边特兰克斯终于将魔风波罐子粘好 根据布马的描述开始学习魔风波 这乱七八糟的姿势当然不可能成功 突然布马想起当时录了笔克的教学视频 看完后特兰克斯很抓狂 这和你刚才描述的姿势差距也太大了 学习还需要时间 布马思索后决定亲自出去拖住扎马斯 这无疑是极度危险的 但他却表现得无比自行 原来对自己样貌无比自信的 他是要使用美人机 一边诱惑一边想着这还弥补倒你 谁想一睁眼却看到扎马斯那凶狠的眼神 待特兰克斯学成出来后 布马已经失去意识被抓着 扎马斯毫不客气的像扔垃圾一样扔出 特兰克斯的愤怒已经到达了几点赛亚人半神状态开启 接着魔风波瞬间驶出 何这种技能 御坂騙出 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人物 人物 我们的人物 舐める